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哦 因为你对我好 我不能肯定你是我一生的投靠 只想有个可以做梦坑一枯的怀抱 当风起的时候躲进你撑起的一角 才发现你对我是那么重要 因为你对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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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乔杨回来跟我闹了一场 他说为什么呀 他突然问我 说咱们为什么不成家 说现在这个样子人家会说闲话的 一个小小的题目 会让人家做出大文章来 这件事情 我也在考虑 要不 我索性就离开 这样大家不是也都少麻烦了吗 是吗 那你什么时候想离开 你就告诉我一声 我好帮你打理生意上的事情 那可是重大新闻了 而且是头版头条 通篮标题是 新省长走马上任 帮助他的女外商打理生意 好帮助他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请忙啊 是不是又在写举报信啊 对不起啊 我误会你了 没有 你没有误会我 好 既然你说我没有误会你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还记得吗 你刚到金山之夜 我们遇到的第一件事 就是清除腐败 是啊 现在就剩下你一个人 孤军奋战了 我也变成赌溜了 那个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出路在哪儿 可是我们不顾一切 并肩作战 只有在那种情况下 才能够体会到 那种患难与共的力量 那种新贴心的感觉 真的是很难忘 从我认误会认识的感觉 从我认识你开始 有十几年了吧 我就一直相信你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种信任 不应该动摇 对于你的信任 说句信话 我真的是非常感谢 不用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 我开始不相信你了 我真不应该这样 我找不出不相信你的理由 信任是金 我相信你不会辜负这两个字 所以你必须自己站出来 举报彭泽 唉 唉 灵灵啊 你在屋里 怎么还锁着门啊 唉 那个风吹的 我还没来得及开呢 对了 我还有事情要跟你报告呢 彭泽给你打电话 很着急 你一会儿给他回个电话 就说 我这两天都挺忙的 如果他有什么事的话 给我打电话就行了 在电话里说都一样 他能不知道您的电话吗 这不明白着 就想跟您见个面吗 快去吧 董事长 我们前公司的人 还等着您吃饭呢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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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真行啊 你还真为找地儿 这大老远的 你把我叫这儿来干吗 远点好 有的是车 我也没让你走过来 你真够可以 你爸把现在关业横通了 就把我这边问人事 忘到九霄零外了 我哪敢啊 我这不 都捏在你手里了吗 别逗了 就我这不大不行 最容易上去 也容易下来 今天脸着大嘴乐 明天恐怕哭都来不及呢 你什么意思啊 我手下有几个旺旺旺 成天琢磨着要算计我 这段日子我发现他们有点动作 是吗 你紧张什么呀 放心吧 有些事情他们不可能知道的 会永远地烂在你我的肚子里 那 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我现在也不能有什么反应了 人家又没来找我 我觉得 你还是要提前做点心理准备 替我想想吧 必要的时候 还得你出马 关键是你爸那儿 你总得打个招呼吧 不能看着他老人家 失去一个女儿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你这是在敲诈我吗 你别那么激动啊 我觉得这件事情 不至于发展到内部啊 你说呢 好了 到了 下车吧 这是哪儿啊 还能是哪儿 当然是我宿舍了 那我就不上去了 那好吧 这天凉了我去拿件衣服 要不然你陪我去一趟 正好得视察视察我的宿舍 走吧 走 走 哪儿啊 我先去开门啊 好 你手上还有我这张照片 我自己都没了 你是一直放在这儿 还是最近才放上去的 多数时间放在这儿 少数时间不在 多数时间放在这儿 少数时间不在 这是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 去北京学习 或者是出差之类的 你也真够累的 去北京出差 竟然还要把这个照片 给收起来 不 我带着走 我带着走 我不信 随你 坐吧 也就是说 所有的时间你都在我身边 和我在一起 你不是说 要拿衣服吗 拿了 咱们就走吧 不着急 再等一会儿 啊 众仁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 在问我自己 你到底 对我有没有感情 你爱过我吗 既然是问你自己 而且你已经看到答案了 我就没必要再回答了吧 还有一个问题 我也一直找不到答案 你想想看 也许我能帮你找到 你觉得 我是真心爱你吗 乔远 你不该问这个问题 我就知道 你会回避我这个问题的 想当初你跟我说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完全是利用的成分 那一次 我是为了解决政科级的待遇 那么这一次呢 小月 记住两条原则 不欺骗别人 不伤害别人 这就足够了 你的目的是达到彼岸 只要要登过去就行了 至于是搭一座桥 还是造一条船 那只是一种手段而已 无所谓啊 你说得真是太好了 看来 我还真得好好向你学习学习 对了 我得走了 我爸爸明天要去金山 我得回家去看看他去 我们不是 如下好好聊聊吗 咱俩 不是有的是时间可以好好聊吗 可我爸明天就走 我得去看看他呀 那要我送送你吧 不用了 我自个儿走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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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乔生长住哪个房间 在楼上套房 我现在带您上一趟 好 这是白马大乔的效果图 嗯 乔生长 汤叔叔来看你那 哎呀 乔生长 乔爷 你来得太突然了 弄得我一个措手不及啊 我正好出差路过金山 听说白马大乔正在做前期的准备 我顺便过来看看 给你填麻烦了打扰了啊 看来你是迫不及待了啊 怎么样 这个设计方案还可以吗 非常好 我正跟交通局长说这个事儿了 啊 好好好 好 汤叔爷 那我们先走了 好好好 乔生长 走 乔梁同志啊 哎 这是你担任副省长之后 第一次到金山来吧 怎么样 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啊 心情复杂啊 我记得这个房间我住过 当时是有人强行把我给拉进来的 幸亏我有点胆量 要不然我还真对付不了他们 是啊 要不是你过来整治啊 我还真拿他们没办法 我也不是谦虚 我在你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啊 咱们之间不说这个 子言 有个事我要问你一下 刚才我问交通局长他没有说清楚 什么事啊 这座白马大桥 到底是什么人卷鉴的 是滨海的一家企业 叫铜亮集团 这个名字我也刚听说 他们是一家什么企业呢 能源工业 这是一项新兴的产业 很了不起啊 我看过他们的资料了 他们光是热能转换器这一项产品呢 就占据了东南亚三分之一的市场啊 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跑到这儿来捐建白马大桥呢 这跟他们的企业有什么关系吗 是啊 我也问过他们的老总了 他们说完全是出自一种感情 不讲任何代价也不要求任何回报 他们的老总是哪儿的人 是金山市人吗 不是 叫东方亮 我问过他了 他说他是福建那边的人 紫言啊 我想到剑桥的地方去看一下 你看行吗 好 我陪你去 我跟你说 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 就是那个 千万不顿 我给你介绍一下 你好 介绍一下 这是乔生长 他特别关心白马大乔 特地来视察一下 你好 东方亮先生 乔生长 也不叫视察 就是来看看 乔生长 我见过你 你在哪儿见过我 电视新闻上 那天哪 您正好来看 当选 东方亮先生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 希望你能够回答我 乔生长 看您说的 您有什么吩咐尽管讲 那好 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 好 好 咱们看看 您这边 好 就 head up 再来 一上一盒 岳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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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看见你父亲了 这哪我父亲了 对呀 在哪儿啊 在工地上 下午呢 他来视察工作 对了 他还说 今天晚上 要请我吃饭 今天晚上 对啊 来 你去吗 我去 我当然去了 不 我现在还不能见到他 不能 不过快乐 应该是快乐 那 你不去了 去 我一定去 我不是去见他 我要去看看他 我姐说 爸爸想我 想他都老了十岁了 我一定要去看看他 这么说你们还有个董事会 对 那董事长呢 也是你 原来不是我 现在呢也只是暂时代理一下 所有重大的事情要通过董事会 那原来的董事长啊 原来的董事长身体不太好 正在外地治疗 他姓肖 他姓肖 她是哪里人 怎么 你们董事长是哪儿的人你都不知道啊 好像就是你们这边的人吧 他没说得很具体 到底是哪儿我就不知道了 你看看 我就知道跟金山一定有渊源关系 那你们董事长什么时候过来啊 这不还真说不准了 我很希望能见见你们董事长 尤其听你说他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人 那我就更想见见他了 东方亮先生 我听说你们这家企业业绩非常不错 那你们和矿山有什么联系呢 你们无偿捐见白马大桥 这让我非常的感动 可是我想你们的董事长肯定和这个矿区 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能不能跟我谈谈你们的董事长 是这样 在晚饭之前我跟董事长通了一个电话 他说让我一定要向乔省长和汤书记表示感谢 他还说在白马大桥建成的那一天 如果他的身体情况允许的话 他一定会亲自参加剪彩 他还说乔省长您一定会记得他 我记得他 他认识我 具体说认不认识呢 他就没说 他姓萧是吧 这一二十年里头 从金山走到滨海去的人太多了 我还真想不起来是谁 乔省长 我们董事长说 他以前跟您家的孩子很熟悉 是吗 怎么说他是我女儿的同学 应该是的 我有四个女儿呢 她跟我哪个女儿是同学呢 这我倒是没问 乔省长 您看上去年纪也不大 您会有四个女儿 那个年代嘛 不过有一个女儿是我领养的 是我救命而日的女儿 听起来这倒挺感人的 那他现在怎么样 早几年他跟他爱人一起调到省里 在一家新托投资公司工作 还是那个部门的经理呢 对了 再过两个月他就要做妈妈了 那您家老大呢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老大的经历比较曲折 现在他倒是做得挺不错的 在一家很大的建筑集团 下面有九大公司 七八千号人哪 既然是老大 那他应该结婚了吧 听说他跟一位当矿长的同学好 现在他们怎么样 你听说的还很详细吗 连这些都知道吗 我们董事长 可能是个您家老大同学吧 经常说起他 老大的事还真不好说 照我看 他们两个人都在真心地爱着对方 但是最终能不能走到一起 到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是吗 那是为什么 一言难尽 最近他们公司的精英 受到了红丸调控的影响 我估计他们俩的关系 也正在面临着严谨 来 乔厂长 不喝了 你喝了 真是没想到啊 像您这样的家庭 也会有这么多的坎坷 是吧 我好像没有跟你说什么坎坷的事吧 不是不是 我是我的意思是说 您的大女儿的感情经历 非常的坎坷 那还不算什么 我的小女儿那才叫坎坷呢 小厂长 您的小女儿怎么了 中方亮先生 你对我们家里的事情 好像特别感兴趣 为什么呢 哪里啊 就是跟您随便地聊聊 没想到您说得特别精彩 你看 我都听得不想走了 真的 是啊 确实精彩 如果您想写小说 根本就不用艺术加工 知道我的小女儿后来怎么样了吗 她被黑社会团火拐骗到了滨海 还强行给她注射了海洛因 我还有一个女儿你没有问 就是我的二女儿 她叫乔妍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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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这 我这个女儿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样 个性非常强 这四个孩子中 我只打过她一次 这巴掌是必须要打下去的 可是打完了之后 我心疼了 一直疼到了现在 我想 乔妍这一辈子 都不会忘记这一巴掌 她要是恨我一辈子 我也只能尽量地去理解她 你知道吗 在我的心目中 乔妍这孩子绝对是快干大事得了 她始终不满现状 心气特别高 可惜 后来出了一些说不清的事情 她一抬腿就走了 走得很远很远 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的音信 那您 您后来找过她吗 找过 她不愿意见我 留下了一封信 就不知道去向了 我虽然不知道她在哪儿 但是我知道她在干什么 我这个女儿是有远大志向的 她一定在什么地方 为她的理想而奋斗着 我太了解乔妍了 要么就不出走 既然出去了 不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不做出几件 让她老爸脸上有光的事情 她是宁可死在外面 也不会回来见我的 唉 这孩子傻呀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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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总是有人找你 我这正忙着呢 让他等一下 你是赵毅 是我 法院代表是你们 没错 你们有什么是 我们是中级人民法院的 正在奉命直线公务 送达法律文书 这一份是袁告芳当事人 对你们的起诉状 现在送交给你 袁告芳 是谁啊 你自己看嘛 省保险公司 余向东 他们怎么能这么干啊 顺便通知你 袁告芳提出的是财产保险诉讼 根据诉讼法规定 本院已经对你们公司账户 和固定资产依法实行了冻结 你说什么 这样可不行 你得平躺着休息 书也不能多看 经理进了太久了 对你的需要没好处 好 谢谢 医生还交代了 你需要尽心休养 尽量和外界少联络 电话最好也不要打了 我知道 你看 我连机都没开 知道好 彻彻得第一语事隔绝了 来了 你好 部长 怎么样 情况还不错吧 比较稳定 不过他需要尽心休养 好 谢谢您 那你们先聊 少让他说话 赶快打电话给乔荣 赵总 乔荣不是已经请长假了吗 请什么长假 都是预谋好的 我不管了 只要他也是我们公司的员工 我就有权利把他叫过来 把事情说清楚 赵总 他这段时间出现了认身综合症 听说住院了 住院了 我这都要死人了 你们要不是不把人找回来 我扣你们的工资 行啊 众 气色不错嘛 好闷啊 还得住多久啊 你看看你 医生不是说了吗 要住到我们的宝宝诞生之后 你着什么急啊 我跟这条件不错挺好的 既来之则安之 听话 对了 荣 我得给你换成手机卡了 干吗要换卡啊 医生不是说了吗 你需要静养 不开机就行了呗 干吗要换卡啊 不开机我怎么联系你啊 这个手机号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别人别想打扰你休息 也不知道公司里面怎么样 你管那么多干吗 你不是已经半万一交了吗 钱挂呗 结我手的那一位 业务都不太熟悉 你把卡一换了 万一人家有事找我呢 怎么办 你就放心吧 你们公司那个赵总啊 有我的电话号码 万一要有什么事 他会给我打电话的 这个电话号码 我会告诉爸爸 告诉媛媛姐 其他的人一个都不告诉 是啊 这就跟坐大牢没什么疗样了 说什么话呢 傻话 这么说 他们完全败诉了 雷总 这还有什么疑问吗 那倒不是 我总觉得有点太容易了 怎么这个事跟假的似的 假不了 这是保全诉讼 我们已经冻结了对方八千多万的资金 还我们的钱那是绰绰有余了 早在他们动手之前 我就已经把他们做死了 小鱼啊 你不觉得这么做 有点太残忍了吗 雷总 辞不长兵 义不理财 这话不是您说的吗 如果您要是真觉得 有点于心不忍的话 那您就看着办 反正该我做的事情 我都已经做完了 而且做得非常圆满 我先走了 赵总 作为一名律师 我奉劝你 一定要上诉 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 可以印定 他们是恶意窜通 这是一种骗带的行为 他们已经触犯了刑犯 我们可以告他一个涉嫌诈骗罪 当然要上诉 要不惜一切代价 你还需要什么 尽管说 要是有人肯出庭作证 那就好办了 有啊 乔容啊 这件事情 他应该是清楚的 不是说人都找不到了吗 是啊 医院所有地方都找遍了 怎么也找不到乔容 接着找 我就不相信一个大活人 能在地球上蒸发了 赵总 他是有心躲避你啊 这用一般的方法 你是找不到的 要不这样 我以法院的程序 强行传他上庭作证 不行 他挺个大肚子出庭 太不人道了 再说他出庭以后 对我能不能说好话 我也拿不准 毕竟于向东是他的老公啊 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好了 我也等会了啊 好了 我也等会了啊 容容 容容 荣荣 姐 别起来 别起来 姐 荣荣 来 你快坐 姐 荣荣 怎么样 你还好吧 你怎么才来啊 我都想你了 你们是不是都把我忘记了 荣荣 你可千万不能这么说 对不起啊 我每次都想过来看你 可是都因为工作上的事情 给耽搁了 真是不好意思 就没抽开身 你可别生气啊 姐 我不想要这孩子了 你说什么呢 怎么不要孩子了 为什么 太痛苦了 我都忍受不了了 荣荣 这我知道 你的情况啊 有点特殊 刚才我也问医生了 医生说呀 你只要住在医院里 就不会有危险 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啊 一切都会好的 我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孩子生下来怎么办呢 担心什么呀 孩子生下来多好啊 有了孩子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啊 那我就这辈子都离不开他了 离开谁啊 你说要离开玉向东吗 荣荣 我看是平时你跟玉向东 你们两个人关系挺好的 怎么 怎么要离开他呢 姐 我不想说他了 只是一个太长的话题了 像这样的家庭环境 像这样的爸爸 我不知道会把孩子影响成什么样 万一孩子生下来像他 那还不如不生下来好 有那么严重吗 再说了 你可不能这么想 孩子可是无辜的 不提他了 姐 不提他了 姐 你多陪我带着 多待一会儿 多陪我说说话 好吗 好 陪着你啊 容容 一会儿爸爸来看你 如果 你有什么想说的 就告诉爸爸 有什么心里话 也都可以跟他说 张秘书 我是向东啊 张秘书 我刚才一直给我岳父家里打电话 没人接 你们晚上还有什么安排吗 啊 什么 去疗养院 看乔容了 啊 我知道了 谢谢你啊 爸 你时间那么宝贵 还在这儿浪费一两个小时 我真是有点跪不去 孩子 怎么能说浪费呢 在你们几个姐妹中 我对你关心得最少 为什么关心得少 是因为你很少让我操心 是因为你很少让我操心 蓉蓉 我一直认为你很幸福 你知道吗 我很喜欢玉向东 觉得他很聪明有个性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爸 别说了 我知道玉向东他很坏 我知道玉向东他很坏 但是他对我挺好的 但是他对我挺好的 他是真心喜欢我 他是真心喜欢我 爸 我该怎么办啊 我该怎么办啊 我真的是没有那种勇气 也没有那种力量 妈 您对我说点什么吧 在这种时候 我最为需要您对我说几句话 说什么都行 蓉蓉 在金山的时候 你孤身一人和歹徒搏斗 这种强大的力量 不仅我和你妈妈没有想象到 可能连你自己也没有想象到 我相信你的智慧 相信你的勇气 你一定会焕发出一种 常人难以想象的能量来 他们相信你 爸 爸 别哭了 喂 哪位 莉莉 是你 你在哪儿啊 我还能在哪儿 我就在滨海 对 侯磊哥 我已经事儿要请你帮忙 已经很急的事情 你愿意帮我忙 莉莉 你别着急 有什么事 你说吧 我想跟你借钱 借钱 你 你借多少钱啊 两万 什么 两万块 吓着你了吧 你就别问那么多了 就回答我一个字就行了 行 还是不 你说过长大后 也会和你一样 用血汗点几个梦 一张温暖的落网 尽管我这是风尘线 不想牵在你手上 却总是走不出你 守望的目光 你常说过来人 都会和你一样 用今生守这个梦 一杯换不完的长 虽然不想让我的时光 又躺在你的脸上 和你的杯 却写满我的成长 啊 父亲 带上我这路好长 那双我曾想要 逃离的手上 啊 父亲 是我疲惫 是我疲惫 是想要 落脚的地方 啊 父亲 带上我这路好长 那双我曾想要 那双我曾想要 海月的肩膀 啊 父亲 是我迷路 是我迷路 是远处 远处的路窗 啊 父亲 啊 父亲 啊 父亲 是我迷路 是我迷路